爱情不可怕,但是盲目的爱就很可怕 2017年2月6号,加拿大多伦多的夜晚 两个中国学生在公寓巷子内有了肢体冲突 两个人吵架的内容是为了争取一个女生 现场除了吵架了两个人之外 还有一名女子站在旁边 那个女子就是两个人争抢的女孩 叫Kiki Kiki脚踏两条船,但也没有要劝家的意思 直到有人经过,听到争吵才接入劝导 Kiki跟着两个男生都离开了现场 这时候Kiki说了一句 诶,我们要不要了结了那个男的 这个女的到底是何方神圣 让两名男学生对他这么的痴情 甚至对他百依百顺 在告诉你为什么不要跟着女生交往的原因以前 如果你喜欢离奇按键影片方式呈现 可以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才不会错过新影片哦 2016年8月,加拿大多伦多一间学生分租的公寓内 学生就跟平常一样聊天 但有一名男子的表情却不太对 这名19岁的中国留学生Max 长相英俊,身高192公分 就像一名模特儿一样 也是一名贸易公司社长中士 但是因为某些原因 他住在便宜的分租公寓内 比其他学生更减省,一天只吃一餐 省到这么极端都是因为他认识了一名女生 一年前2015年8月 中国留学生在KTV办了一场派对 参加的人里面有一名17岁的少女 吸引了在场所有男生的目光 大家都问他有没有男友要跟他要电话 这名女生就是Kiki 他长相甜美,穿着漂亮的服装衬托他的气质 不管男女都想尽办法就为了跟他当朋友 正在远处看着他的就是Max 他深情款款的盯着Kiki看 然后发誓自己一定要追到这个女生 外观出身的Max成功拿到女生的电话后 就开始展开追求 Kiki几乎拒绝其他男生的追求 只有回应Max的追求 在他多次约他出去后 女生终于有点动心,答应跟他出去约会 两个人也顺利的成为男女朋友 但是在这一切里面 Kiki产生了一种不同于浪漫感情的想法 嗯,这男的家境不错 也许我可以利用他 也因为这样Max才成功的约他出去 只是他担心不知道要怎么跟城市女孩约会 要怎么哄他开心 Kiki就直接跟他说 我喜欢男生送礼物跟昂贵的物品来表现爱意 从那天开始后 Max就买任何女生想要的东西 包括包包、饰品 但又过了一阵子之后 女生开始觉得物品已经没有办法满足他了 就叫他不要再买东西了 然后又说出一句让Max忍住的话 给我你的T款卡 Kiki的寸进尺,让Max也无法拒绝 拿到男友的卡后 Kiki不断的刷卡,消费越来越多 导致Max必须搬出他租的公寓 跟别的学生一起分租 他女友已经把他爸妈给他的钱都花光了 Max也因为省钱没有吃饭 体重降到了58公斤 这一切都只为了讨Kiki开心 没想到女友竟然情绪勒索跟他说 提款卡内已经没有钱了 到底还爱不爱他 Max只好欺骗父母要付新课程的学费 但当然这些钱都是要给女友花的 Kiki总共花了他200多万台币 至于前面提到的另外一个男人 2017年2月大概在Max跟Kiki交往一年半后 Kiki有天在咖啡厅喝咖啡的时候 一名男子走到他旁边跟他说 抱歉我来晚了 这名叫做Kai的男子 跟Kiki一样 九读同个学校的中国留学生 Kai因为打太拳好几年 所以身材非常好 Kai到了之后 Kiki就问他可不可以买包包送他 男生二话不说就答应了 Kiki因为男友已经没有钱 所以又找到了另外一个高富帅的男友 加上新男友又是银行总经理的儿子 比Max更有钱 同时 这位刺激男友Max正在外面挑女友的情人节礼物 不知道自己已经被戴绿帽 他省事检用好不容易存下这笔钱 选了一样觉得Kiki会喜欢的礼物 就在这时他收到Kiki的讯息 我们分手吧 突如其来的分手让他措手不及 于是就秒回问他为什么 他妈妈已经有汇钱到户头里面了 应该还够用吧 但这还不是最惨的 他回到分租公寓后 听到室友跟他说 有人看到他女友跟一个同校男生 手牵手在一起 Max从错恶的心情变成愤怒 2017年2月6号 Max站在公寓外等人 接下来一男一女出现了 就是Kiki跟他新男友K Max得知女友脚踏两条船 就打电话把他们两个都叫来 Kai一到就马上对他呛声说 你就是那个无聊的前男友 Kiki已经不爱你了 Max就愤怒的回他 前男友? 我们根本就还没有分手 她是我女友 接着就一拳送过去 但是Max的身形跟Kai比起来 胜负早就非常明显 Max卷缩在地板上不断的防御 Kai一拳接着一拳的攻击 而Kiki则是站在旁边观看 一点都不担心被打到惨不忍睹的Max Max的室友听到驿壮立即劝架 把他们两个分开 带走了满身世上的室友 而Kiki跟男友就离开线上 可惜事故并没有就到这里结束 这对小情侣走在街上 Kai的脸还因为刚刚的事件满脸通红 这时Kiki就有点焦虑跟Kai说 他不知道Max是一个这么会记仇的人 又接着说Max一定会报警 他们会被抓去关 还会要求赔偿警 他越说越激动 寶贝你会不会保护我 我希望你可以让他再也没有办法阻止我们在一起 2017年27号也就是冲突发生后的隔一天 Max躺在公寓的沙发上看着手机一脸沮丧 不知道为什么自己会这么痴情还遇到这种事情 接下来他突然听到一个熟悉的声音说 起来我们继续把话讲完 他一抬头又吃了一拳 这一对情侣又回来了 因为Kiki知道他家地下室的门都不会锁 所以两个人就从那里偷闯进去 这一拳回一拳 没完没了 Max也慢慢失去了意识 Kai终于提下手 Max的室友不敢靠近他们 就打电话叫救护车 然后Kiki就马上愤怒的叫他不准叫救护车 他跟男友把Max染红的衣服换掉 叫了计程车直接带他到医院 因为Kiki怕救护车的人会打电话报警 没想到送医后却宣告脑瘫死亡 如果当时叫了救护车也许还有机会活下来 这其实已经不是女方第一次因为爱情出事了 Kiki早在到加拿大以前是在新加坡读书 他还在那里脚踏两条船过 叫说男友去攻击前任男友 但那时候两个男生都被警察逮捕 听起来这就是Kiki谈恋爱的一贯性作风 只是这次已经涉及人命了 而且结局还出乎意料之外 2019年11月就在事件发生的两年后 审判出来动手的Kiki只被判一年有期徒刑 因为法官认为她是过失不是意图 但也是因为家境不错的她 请了知名有权的律师 而始作庸者的女主角Kiki被判无罪 当时K被逮捕后女生就完全无消息 她删除了自己的社群账号 就连她同学好友都没有办法联络她 后来才得知她在出事后就立即回中国 因为她没有动手 所以跟Max的死没有直接关系 于是才没有被起诉判刑 目前正在自己的家乡安稳的过日子 Kiki拿走了Max所有一切 金钱、性命跟未来 有时候爱情可以夺取一个人的一切 如果你还在为了刚过的冠棍节悲伤 看看这个故事也许可以安慰你一点 您好久不见 我们好了 看看这些痛恋伤 请不珍妙的 打派 入战 原本 服务